俄罗斯 俄罗斯以天下称古代中国,对中国的历史发明很肯定,并认可中国历史的价值。 韩国韩国很难吹,说曾经殖民权世界,说上朝是韩国文质建立的,甚至孔子,老子这些人,都是他们的先辈。 古吹80%的万里长城,是韩国人建造的,四大发明是他们创造。 曾经唐太宗三打高距离,被当时的高距离人士瞎了一只眼睛,成为独眼龙,并请求饶命。 因此,凡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气的东西,几乎都是韩国的。 日本日本中国古代很崇拜,像万里长城,丝绸之路,大运河,四大发明等等,非常可观的承认其价值。 甚至说孔子的思想,对当时的日本产生了影响,尤其是中国的一些诗词文化。 日本一启迪,不过对南京大屠杀的事件,却模糊的说是杀了一些中国人。 越南越南,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,平了半月之后,越南就被占领了,后续的每一个朝代都会大肆进攻越南,并建立军线,迫使学习汉文化。 而当时的中国朝代,有些攻打军南的时候战败了,就会鼓吹反侵略战争的胜利。 美国美国对中国的描述很客观,基本上古籍是什么就写什么,很少加入自己的解释。 美国对中国的丝绸之路很认可,甚至把中国的各个厂代详细的说了一遍,尤其是四大发明产生了影响,至极让人赞叹。 德国德国说中国很神秘,对中国曾经的辉煌文明很欣赏,并重点说了造纪术对德国的影响,以及对。 现在生活产生的异力,并把德国的造纪术跟中国对比,中国以神秘著称。 蒙古蒙古不承认中国曾经控制过蒙古,说中国只占领过蒙古两年,而蒙古占领过中国一百年。 建立的元朝,被说成是殖民了中国。 不过,后来大清占领了蒙古,被说成清朝对其实性奴化教育,被逼迫和亲等等菲律宾菲律宾说,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,根本不懂得航海技术,能够建造大型船只,并声称自己是先进的航海国。 因为受到西班牙压迫,对那些曾殖民的国家充满敌意,中国也一样,毕竟曾经菲律宾是中国的附属国。 印度印度说中国是文明古国,不过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由印度传播过去了,对中国的高僧取经大肆宣扬,声称对中国古代代去了信仰等等。 印度传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